大家好,我是黄河总男 今天我来还原光许年间28年 也就是公元前1902年 文明经常一道名菜 扒拖掌 这道菜做工非常的复杂 今天我来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们准备老鸡 排骨 五花肉 还有金花后腿 还有一个拖掌 首先我们把拖掌稍微加工一下 这样做出来的扒拖掌非常的好吃 来烧一锅开水 然后加一点花雕料酒 料酒多一点 把这个火掌下去飞水 水开 然后我们大概煮十分钟 然后就可以捞出来了 然后把这个皮 这个黑色的部分把它削掉 把它修成这个样就可以了 干干净净的 我们这个拖掌的皮就削干净了 我们再准备一个煲汤筒 然后放一个煮网下去 防止三个 然后把这个拖掌的倒下去 我们重新起锅烧油 因为我们把这五花肉排骨下锅炸 这个不用飞水 直接下锅炸就好了 小火慢炸 炸至金黄色就可以捞出来了 炸至金黄色我们直接捞出来 放在煲汤筒里面 很多人可能问这个为什么要炸过 炸过之后更加香一点 包出来的火炸 把这个老鸡也下锅炸 姜片火腿一起炸 大至金黄色同样的把它捞起来 放在煲汤筒里面去 我们烧一锅开水 水开之后放在煲汤筒里面去 转到煲仔炉 我们直接大火烧开 水烧开后改小火煲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就过去了 我们已经煲烂了 把它倒出来先 把它倒出来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把这个鸵蒋拿出来 现在这个鸵蒋已经放凉了 还有一点余温 然后我们把这个鸵蒋把它拆下来 现在我们把它改成小块 改到这里面是这样的 这个鸵蒋 然后切成大块就可以了 全部是胶原蛋白 QQ弹弹的里面 我们重新起锅 倒入花生油 我们倒入鸵蒋 把它炒一炒 炒出香味先 酱香味要炒出来 然后来来点花雕料酒 再加入这个圆汤 水开后我们倒入鸵蒋 再加入白糖和盐 调一下味道就可以了 直接大火收治哦 没有拆完 换一个大的 拿着吃过瘾 差不多收浓了 然后我们来点老抽 调一下颜色 调一下颜色就很好看了 烫这些收浓了 我们直接出锅就可以了 嘎嘎香 直接出锅装盘 胶原蛋白满满的 嘎嘎香 传统宫廷名菜 爬拖掌就做好了 粉丝们先吃 嘎嘎香啊 干它 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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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